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反而有了更多的机会去体会艺术跟真实现实生活之间彼此的关联 也因为有这样一个关联曲折 所以他对于艺术的创作越到后来越过了中年之后 他越来越坚定地相信自己一定能 一定能在他自己坚持的木雕的艺术上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今天我们访问他就是要听听他自己的创作之路 同时也要告诉大家成为一个雕塑家 他在现实人生不管得意还是失意之间 是怎么样做出一个又一个的选择 我们现在来看一段相关的影片 待会儿回来我们来访问梁平正 雕塑家梁平正 学生时期就得到雄师新人奖 游学纽约回台却投身房地产市场 在历经生涯重大转换与多年辗转成前后 才在隐居三亿接触木雕时重新找回创作热情 木头不该只有厚实样貌 所以梁平正试图呈现木雕有别于一般的轻薄空 在释放木头重量的同时也释放心里的重 这系列成了梁平正木雕发展的开始 这一块木头就想办法把它挖空 把它内部挖掉 中空的然后薄薄的这样子 那就产生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它的另外一种美感就会被显现出来 那种轻薄的美感让人产生一种逾越的感觉 那种愉悦不只是物理上的重量被释放掉 包括人心情上的沉重感也被释放掉 梁平正和木雕的相遇是命中注定 即便四十岁以后才接触 梁平正凭着天生的敏锐度 挖掘眼前这块曾有过生命的木头 从未被看到的本质 每一块木头都有它的本质 它的个性 是因为来自于这一棵树木 它增长的过程 在东边的山坡跟西边的山坡 因为日照气候的关系 水闻还有它的遭遇的关系 它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正因为它有生命 所以有时候是我在刻它 有时候它在刻我 顺着木头生命轨迹而刁 让木头重力释放后 产生轻薄漂浮美感 也是梁平正所谓的顺性而为 另一系列创作则展现 道志美学概念 如风扬起的书册卷页 如丝金般的轻盈 飞书系列 陈述的是在3C时代 不被阅读的书 只剩陈列观赏价值 所以说像飞书 从道志美学的诗文来想的话 就是说我刻一本书 但是这本书 我不见得要让你阅读 为什么 因为我要抽离它的功能性 然后留下纯美 我要刻一本书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要去考虑书的内容 把框架打掉 那雕刻的时候就更自由 更宽固 而切飞器 当工具或武器功能抽离后 剩余的又是什么 像我做了很多器皿 像勺子 或者是你用的刀叉 甚至是武器之类的东西 那当你把功能都抽离后 它造型就会变得很奇怪 很像外星人在用的东西 可是你又不知道它干什么用的 它的造型就很丰富 很多变 做一个桌子 那我不见得桌面一定要平的 让你摆东西 你看就知道它的桌子 可是又觉得怪怪的 那椅子也是一样 由于不见得要让你做 这样一个倒置的观念 就会很有趣 多年创作过程 梁平正植入自己的语惠 林格文 谜点文 波浪文等 素描笔触都是它的过去 语惠当然是来自以前绘画的训练 有点像穿衣服 把一个器形做好了以后 绘画有图腾 可以用颜色用明暗来表现它的图案 但是器形就是器形 它表面是光滑 你知道用凹凸来做 梁平正用雕刻修炼 也用独特的美学思维 一刀一笔 打破惯性与框架 在雕塑之路 继续发掘别人所看不见的 让每件作品散发张力 好 各位刚刚看到的在画面当中 侃侃而谈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访问的艺术家 雕塑家梁平正 平正你好 视频好 大家好 好 刚才跟平正在聊天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到 我们算是同一个世代了 四年级的后段班 那差不多就在80年代主要成长 开始工作 然后刚好台湾社会也在80年代 其实是在一个剧烈变化的年代 然后就一路这样子 你就走上了艺术之路 但是我先想来请教 因为大部分人在介绍你的时候 都会说 差不多40岁以后才算是进入到 木雕这个领域来 可以这样讲是差不多 那话题说40岁之前 从来没有想过你是一个雕塑家 就是不会用这个来形容你 所以我们用40岁来做个标准 来看看 看看一个艺术家 雕塑家他的一个成长过程 你自己原来是学西化 对不对 是 所以你换句话说你在那之前 你对于艺术的东西 就基本上是有概念有想法的 不然你不会走这条路 没有错 你年轻的时候 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 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 进入大学的时候 到大学 在大学之前没有吗 之前 不算 还在摸索 之前就是 这次画画比较行 其他都 都收手了 都还好 所以 所以就因为被肯定 所以就对画画特别有兴趣 大学的时候念西化组嘛 对对对 西化组的时候 碰国雕塑了吗 有 也碰了 那时候大三大四的时候 喜欢吗 那个时候 应该是蛮喜欢的 可是没有很多机会去做 因为那时候主要还是绘画 你当时绘画的训练 跟你绘画喜欢的题材 跟你中年四十岁以后走上雕塑 有没有关联 应该是 它是基础嘛 做雕塑对我来讲 就好像把画笔换成雕刻刀一样 就这么简单 其实是 我觉得是一样的东西 你在杨明山 开始在学艺术 学西化的时候 我看一下资料 有几个年轻的老师 当时都回来了 对不对 郭大为赖纯纯 对对对 那个年代也就差不多是 他们在台湾展露头角的 一个重要阶段 80年代左右 对不对 然后慢慢地跨向90年代 那是台湾很大的变化 艺术界其实变化也很大 你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在开始画画的时候 有感觉到一种氛围吗 那氛围就有点骚动了 这时候很被吸引 很被国际上发生 就是说最前卫的一些艺术消息 或者新的东西被吸引 所以就 就会特别专注于 譬如说纽约巴黎 或是意大利发生的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 像你刚刚说的 其实在大学的时候 你已经开始觉得艺术家 这个名称 这个职业是可以走的 没有想那么多 还没想那么多 那个时候就觉得说 艺术就是要最前卫的 就是要走在最前面 那哪里是最前面 那当然就是纽约 所以纽约 尤其像SOHO 东春发生的事情 我们就会特别注意 所以你当时在大学念书的时候 已经有这个念头 准备要到纽约去看一看 闯一闯 那个时候也没有 还没有 那时候就是 就玩嘛 那个反正 因为文化大学是一个很自由的 开放自由的环境 所以 不管是学习上或生活上 都过得很多才多志 很快乐 就这样子 尤其是那几年在三子后 对 几位几个同学在那一块在那里 共同生活 然后下了课回到那边 就互相的聊聊人生 打打屁 做创作 那应该很快乐 对 那是你一个人生中一个 现在想回头想一想 除了是青年时期 意气飞扬的那个阶段之外 也是你的创作里头 酝酿很多很多的想法的开始的初阶段 对 当年的一票朋友 后来继续从事创作的多不多 比例上 如果说相对的比例 其实是蛮多的 我们班 到现在还在创作 算是蛮多的 因为在文化大学 像西华组一班 现在还在业 就是说还在 继续从事创作 一个班级大概两个 一个两个或是三个 我们班五六个算蛮多的 通常这种所谓的 继续能够创作两个三个到五六个 为什么一个班 到最后剩下这几个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要真的能够继续从事创作 而且能够把它当成一个维生的 维持生活的一个管道 一个工具的话 甚至一个职业的话 是不容易的 是不是这样 非常不容易 尤其在那个年代 几乎是没有办法 所以还是很多人到最后 就中间就转出去了 做了别的 对 你算不算中间也曾经转出去过 是 在那个年代 几乎都要从事第二种行业 来维持生活 因为在看起来 你在空间设计这一块 设计这一块 其实中间有一段很长时间 是做这个工作的 大概七八年吧 这个是毕业以后就开始 还是从美国回来 美国回来 你在美国待了几年 两年 两年 那两年对你来说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因为我看除了资料上写说 你一方面当然是眼界大开 另外一方面也是你在思索 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定位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眼界大开比较重要 眼界大开 因为纽约实在是太精彩了 那就是一个 就是拼命吸收 你像海绵一样 你想学都学不完 每天就忙着坐地铁 看展览这样子 你都没有想要在那里待下来吗 我觉得在那边 就是感觉上不是自己的地方 有点像没有跟的那种 嘻嘻啊 就是不踏实 尤其很多好朋友啊 亲人啊 都在台湾 我刚刚说的纽约这一段 很重要是因为 我看了一些关于 梁平正先生的一些相关资料里面 他都有提到说 那纽约那段时间 最后决定要回来 还是想到了一个问题 作为一个艺术家 到底要在哪里定位 他是来自于哪里的艺术家 最后要在哪里呢 去安身立命定位自己呢 最后他想到了回到故乡 但是回到自己的故乡 台湾以后 他并没有成为专业的艺术家 他中间有一段 很长时间做了设计 空间设计 是一个设计者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人 为什么 马上回来 好 回到现场 我们继续来跟 梁平正先生来聊天 在纽约待了两年 你觉得对你后来 形作一个有着艺术专业 甚至一个艺术 制业的你来讲 那两年大概你怎么去描述 他对你的影响 我觉得那两年非常的重要 因为以前的一些既定思维模式 还有框框全部被打破 因为我发现在纽约完全没有框框的 完全无拘无束的 然后你可以想象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全部到那边去了 在他们国家可能都是第一名的 不管是音乐 绘画 舞蹈 戏剧 而且你在街头不管是杂耍表演魔术 或是来一段小题群 每一个其实如果说在台湾都可以进国家剧院 那个水准都非常的棒 那绘画更不用讲了 你会发现说纽约的画廊 从最前卫的到最古典的 甚至外销优化 都有人在卖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 我们以前在台湾受到教育 被灌输的就是跟自己一样的就是好 跟自己不一样的就是烂 在纽约是整个被打破 那这个对我来讲影响非常大 而且对艺术人的所谓的 和谓艺术框框也打破 对 你就更框框 然后也更能够容纳别人的意见 然后更能够欣赏各方面的艺术表现 这样子 好 这当然是对你来说 不是眼界大开吗 对对 可是转换的角度来说 会不会有挫折感 医生就说 天啊 都这么优秀 那我你知道有时候这种会让一个艺术家 有一种突然间失落 觉得说我这样下去怎么去拼啊 我怎么拼也拼不过这些很厉害的人 我觉得用会更谦卑来讲比较贴切 就说自己会变得很渺小 OK 这样子 但是没有阻碍你的信心 当然不会 没有把你的信心给打掉 你很想融入 很想成为他的一份子 觉得那个苹果很棒 就这样子 好 那两年左右的时候 什么样的一种最后的决定要回台湾 我们本来就是因为那时候刚 我去纽约市结束复兴美工交了两年书 那就存了一点钱 然后借了一点钱就过去 那本来就设定两年 你的意思说钱差不多也用完了 用完了就该走了这样 好 那回台湾呢 既然也带了这样子一个眼界大开 对艺术已经有更多的谦卑想望 但是继续往前走的意志了 回台湾以后呢 回台湾就一无所有了 所以要去赚钱了 就被迫要从事 当然那时候想法上是 我绝对不会放弃我的艺术创作 那甚至很天真的想说 我来赚钱 那有钱就可以好好创作 甚至可以帮忙周遭的创作的朋友 譬如说买他们作品 资助他们这样子 那一方面就说 那想要赚钱 那想说 那我到底能用什么来赚钱 那做设计是最方便的 因为design这个东西其实在纯粹艺术上 它是也是整个fine art的一支 在二战的时候 包括是这样发生出来 所以我就 踏入了空间 踏入了我们讲就室内设计 这个行业这样子 现在再回头想 那些年的选择做一个设计 这条路 有没有一点浪费掉你的时间 如果你回来就走向纯粹艺术上 我觉得还好 因为 因为譬如说室内设计 那我是不知道一般设计师的想法 那我在做室内设计的时候 我就说第一个优先想法 我不会去想说柜子要怎么钉 或者说线板怎么压 或者是这个色彩要怎么用 我会去想说 譬如说我设计一个住家 那我第一个想法想说 我要让这个家庭生活 如何生活过得更美满 因为这个渴育生命的渴完成以后 这个家庭过得更美满 那如果是一个office 那这个公司事业会不会更好 那这个是很棒的事情 所以我这方面 虽然说设计这个行业很辛苦 但是得到这样的一种 透过这样的一种思维 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相信那时候你一定蛮忙的 因为在1990的年代 台湾大概还在一个经济 还马马虎虎 高峰从92 93年 冲上去股市万点 然后往下打下去以后 但是它毕竟还在一个不错的阶段 所以那时候我相信 做失联设计 尤其你的工作建筑规划 饭店规划管理 应该都还有一段 蛮不错的一个时间 一定很忙 非常忙 非常忙 所以你还有时间在中间 利用那些空档画画了 不可能 完全没有了 不可能 就等于说那段时间是空下来 就完全停下来了 对对对对 好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结果我们看到了 就是现在的 迈向现在的 梁平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 什么时候 怎么怎么回事 那时候就是去到三亿 我有一个同学 陶一家 在台湾也非常有名 叫龚崇文 他住在那边 我去拜访他 然后就刚好在那个时空 那事业上也刚好结 结束了一段时间 然后 你决定要结束 已经结束了 对对 已经结束了 为什么要结束呢 那时候 就累了 做不来了 警惕关系 或中间关系 但是还没有想要做什么 只是想把他结束 没有没有没有 就到处放 到处放 然后有一天就放到三亿 拜访他 结果呢 然后在那个时空 在那个当下就觉得 那个环境 突然就很想 觉得说 想住下来 想定下来 那我就 请他帮我找房子 然后就这样 在三亿待就待了十年 那你开始就碰一书了吗 没有啊 你一直在那边生活 一开始也是 闲放了好几个月 那因为那个环境 会让你不得不就去雕刻了 因为到处都是 都是 早上一醒来就 就聚职的声音 雕刻到的声音 那由于同学的关系 就很快就认识当地的一些 年轻的师傅 老的师傅 那就 就常常在他们的工作室 喝茶聊天 有时候 他们也会工作嘛 但是我好奇的是什么 你知道 因为我非常好奇的是 你 好 你的某种看到别人在重新创作 那个艺术的感觉召唤 把你拉回来了 可是为什么不是绘画呢 对不对 因为原来是最擅长的就是细画 你怎么不会在那里开始绘画呢 不晓得 就因为那个环境大家都在雕刻 那或许因为绘画它是一个在一个平面 就是说在2D创造3D 那雕刻刚好相反 它是3D创造2D 就是说它有它的绘画性 那由于以前很少碰 那这三一那个条件就让你碰到 我刚刚讲到一半 就是说我譬如说我在师傅的工作室 然后他们在刻 那 譬如说他要刻一个观音 那那是一个奇目嘛 就很多不要的 他哐就切下来 那我跟他们在聊天 然后顺手就捡起来 那旁边一排雕刻刀 那我就拿起来就开始吐 吐吐吐吐 就这样开始了 我也不知道在吐什么 有点像涂鸦 就无意识的就这样吐吐 就是好 然后吐到突然一阵子 还不错 就什么我也不知道 就这样开始了 然后再来就是 因为我同学也有句子 电锯啊什么 雕刻刀 他都有 然后就开始跟他借 然后有一些朋友就 剪一些人家不要木头给我 就开始 我就这样很自然 就每天就这样 然后乐科就 感觉就越多 就兴趣就来了 好 我们说人生有很多事情 当然也许是巧合 但是也有一些东西是巧合当中 也带着一种必然 如果之前的 平正不是一个艺术家的特质的话 大概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 但是也有一些是 巧合必然中间 他带出了一些新的意外的火花 那我的感觉是 我们待会儿就好好聊了 在梁平正先生的创作里头 你可以注意到 他的设计感 他的线条感 他的现代性 现代感非常强 那这一块 我想也是使得他 成为一个雕塑家之后 就不是我们在三亿所看到 那种很具象的 很实体的 或者是非常写实的 模学风格 我想这是平正走出一条 自己的路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马上回来 好 三亿的岁月差不多有十年 对 十年嘛 那十年应该很开心吧 但是你没有任何经济压力了 那十年 有啊 我曾经 一整年赚不到一毛钱 所以靠的都是以前的积蓄 没有耶 因为在三亿 也没什么开销 除了租房子 大概到菜市场买一袋米 然后一条腊肉 大概就可以过一个月 也就是说在那一年 那时候有时候就是 譬如说挖个笔筒 拿一块木头挖个笔筒 或做 大概就可以换 到店家去可以换一点钱 就这样过日子 你也可以说很快乐 也可以说其实有点闷 那那一年都这样子 没有什么收入 然后没事这样子东磕磕西磕磕 在想什么呢 你觉得你脑海中 是有一些东西在 没有东磕磕西磕 就拼命的磕 拼命的磕 其实就跟上班族一样 就反正 醒着的时候就再磕 但是有一个方向感吗 就是你创作上 那时候创作有一个方向感吗 其实就是 我就要从事一系列的什么创作 我们现在在现场的这些创作 在那时候已经在酝酿了吗 其实所谓的 所谓的重力释放或什么 那个都后来整理出来的 我的创作其实都是很偶花 就是一年也可以讲说 那个大学时代受到纽约 纽约新形象主义或者是超前卫或者是 慢慢在三亿的时候开始发酵了 对对对就很偶花 比如说 比如说因为那时候过得很原始 三合院 那个三合院可能荒废了很久没有人 几十年没有人去 然后我去把它整理下来 跟房东讲一下 他就说可不可以租我 那房东说你要租 那三年都不用房租 因为你替我整理房子 其实里面什么都没有 大概就能吃能睡能喝 这样就OK了 过很简单的生活 可是因为木头很方便 那雕刻工具也很方便 那有时候你早上起来发现说 想坐 坐一下没椅子 好吧那就坐一把椅子 就这样子 没有桌子 那就坐一把桌子 其实就这样开始的 那装饰一下房子吧 没有花气 好那我们来磕个花气 然后到山上摘个花 擦一下爽一下 就是这样很生活化 然后慢慢慢慢就 有些东西就做出来 那没钱 那做个笔筒可不可以 去换一点钱 所以说有一段时间你的创作 其实是在为了生活 然后做了一些比较实用的东西 对对 就是一开始到三一七 也没有想像刚刚讲 没有想要干嘛 就先先活下来再讲 先先看看 先看看 但是一定经过一小段时间 我不晓得时间有多长 也许一年两年 两三年或者我不知道 但是一定有一段时间是经过那个时间以后 一方面对于这个操作雕刻这一块事情越来越熟悉了 那一块就说 那个意念也一定会越来越完整 我觉得是职业惯性 职业 就你不要 就像一个赛车选手 你不要让他碰到车子 我虽然也就有比喻了 像譬如说我受过学院的这样的基础训练 那以前又是这么拼的人 那你让我碰到雕刻刀碰到木头 那完了 那就没日没夜就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这样子 是这样这个道理 因为你在做你一直乐在其中 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事情比你在科进入那个世界 那些作品就好像你的国土 你就是国王 然后你悠游在里面 那种快乐是很少人是可以批育 可以比那个更快乐 所以你就一直进去 所以三亿的时间大概是在1997 98那段时间 开始往后慢慢地延伸下来 对 那事实上我看了一下 相当有一些你的这个艺术的活动 雕刻的这些展演的活动 或者是画廊的邀约等等 大概也就差不多几年之后很快的 我觉得大部分就注意到你了 对不对 就开始注意到你的雕刻上面的风格出来了 对 所以换句话说三亿那一个对你来讲 三亿那些年的人生 十年的人生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就是构成了你现在我们在访问你 然后大家称呼你一个雕塑家的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十年 我觉得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很重要 因为你现在的当下就是以前的总和 所以你说大学生活重不重要重要 纽约重不重要非常重要 从事室内设计重不重要非常重要 现在回头看当然 三亿重不重要三亿很重要所以就说你生活过了每一个日子 我觉得都非常重要 我们来现场来看一些作品来让各位感受一下这个凭镇的这个整个的风格 这一块是什么 那个是泥塑 泥塑柴烧 泥塑柴烧 这在你作品里面多吗 很少 所以我刚讲其实都是藕花 因为刚好那个附近有一个陶一家叫小平 三亿有一个陶一家 他在做柴烧 对 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捏捏 就拿一堆土给我 那我就说好吧那做个奖杯 或做个什么这样 那时候就捏了很多气形 但是这时候这个东西现在留下来多不多 就剩下这一个 就剩下这一个 所以等于是认识你当年在三亿做泥塑的时候的 大概只剩下这个作品 对 这次一个原来共享是一个奖杯 没有 不是 你也可以说他会花气 因为你只要有一个洞他就可以插花 或是一个瓶子都OK 那我后来是觉得说比较像奖杯 所以这是在三亿的时候留下的一个作品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瓶镇非常有风格的一个作品 这个呢 这个是最近几年做 可是这个系列就是我在三亿发展的最先的系列 那现在是就是叫做重力释放 重力释放 他完全是怎么样 我跟你说他原来是一块木头 一块木头 然后就这样叼叼叼把中间全部都塑掉 就想象说可不可以变成像纸张这样 对啊 我之前讲好像是一个牛皮或者纸张 对对对对对 然后有一种曲度弯度 那你说这个作品叫什么名字 他没有名字 没有名字 因为他完全抽象 抽象就是不具象 不具象就是没有名像 所以你真的要取名字大概就编号吧 一号 一号二号 OK OK我懂了 就像抽象艺术的 对对对对 他其实是不用名字 所以我一开始到三亿我并没有想要磕什么 就说职业惯性让你职业惯性上训练让你碰到材质 你会去质疑 很自然就想说木头一定要这样表现吗 一定要刻成观光达摩或者是观世音菩萨 或者是菜瓜什么的 然后他美感就这样子而已吗 就亮亮的然后去欣赏他的纹路 OK 没有其他的美感吗 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其他的方法 或是透过怎么样的创作行为 去让他展现出木材本身其他的特色跟美感 你知道吗 我看你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脑海中就会想到 我认识一个也是在出生苗栗的一位 当年在差不多六七年 上个世纪的六零七零 慢慢展露头角的一个 他是陶艺 陶艺家 可是他的风格就非常现代主义 就完全没有实用的东西 就是把陶也做成 这样的歪歪曲 看不懂的 看不懂的 反正看不懂就叫脱像 就是脱像 现代造型 然后 但是我们当时讲看不懂这个 但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他有他的想法 他说我想法跟你想法一样 为什么陶一定要烧成 就是杯子 壶盘子 他难道不能够利用烧陶的过程里面 让他自己呈现出一种 独特的现代性的美感 你只要看他的造型 看他的整个的 整个的这个曲折的角度 来欣赏他的美就好了 对 但我要问你的是 他原来是一个木头 对不对 对 好 那这重点就来了 当你看到这块木头的时候 跟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成品 是这样一个作品的时候 那中间你是用什么 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看到这块木头的时候 想到的是这个形 还是说是边做边编出来这个形 还是脑海中已经先想到这样一个形了 我觉得在这十几年 我处理木头 有一个思维跟创作模式 他一直贯穿我所有的作品 那个就是顺性耳雕 那顺的 顺性 木头的性 还是你自己的性 我要讲下去 就是说 那一般人会以为顺性耳雕 它就是巧雕 那其实不是 因为巧雕它是顺它的形 外在的 我懂 那像故宫翡翠白菜就很明显 对对对 它可能像什么 一块玉 然后前面白的 后面绿的 你就顺着这个色彩 还有形状来刻个白菜 这叫巧雕 对 它引发 还有三一的一些 三一的木条也一样 像一个那个就弄成一个达摩 对对对 菜瓜什么的 这个叫巧雕 那所谓的顺性耳雕 它的性 性之所知的性吗 还是本性的性 应该是所谓的生命的本质 那生命的本质 当然还涵盖物质的属性 那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是相对于 就是说创作者来讲 就是说我自己的绝对想法 所以这个想象力就很重要 那么当你接触到一块木头 你要发挥你的想象力 那种无限宽广 无垠的那种想象力 你要去想象这块木头 它本身是怎么样来的 它绝对不是无中生有 它曾经有过生命 它是一棵大树 还是一棵小树 它长在哪里 你去感觉那个东西 感觉那个五行的东西 那个生命的东西 那种绝授的东西 而不是材质本身的东西 当然它涵盖材质 比如说一个雕刻刀 这样切下去 那里面可能几千根的纤维被切断 我现在讲好像是在慢动作一样 它可能切断了 比如说切断了600根的树的那种纤维 反弹回来 从刀口反弹到手 手再反弹到你的意识 那个是很复杂的 那种反弹就是互动 所谓的顺心而掉 你跟它的互动 这样讲好像是慢动作 是slow motion 其实可是你在刻 譬如说一件作品 你可能刻了一个礼拜 刻了一个月 或甚至一年才完成 那一天七八个小时 那这样的 这样的你去切断 那个纤维的那种 很细维很细维 那种反射 到底有多少 你不可数 非常恐怖 因为你在讲的同时 我们的画面呢 有在你工作室里面的 一些工作的画面 所以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是能够感受得到 你刚刚在描述的时候 刚好有一些画面 就在这个木头的上面 纹路上面 这样移动 但是我看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就真的会联想到 你自己讲的 在你年轻的时候 七年代 八一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整个的 那个现代艺术 西方的现代艺术 对你的整个的冲击 因为这就构成了 你的木雕 跟大家走具象的那种木雕 或巧雕 工艺式的巧雕 就很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 我们待会回来 我们现场还有几个作品 各位再来看一下 平正他的一个创作里头 那个随性而雕的 那个整个的构想 我觉得待会来 我们来看一个 飞书系列 非常非常的明显 马上回来 好 各位刚才看到了 梁平正的这个创作 很特别 对不对 非常特别 那我们刚才在中间 空档闲聊的时候 还讲说 真的最大的不同 我们肯怕如果说雕塑 是把那个泥土 雕出他要的那个形状 然后再进去做烧制的话 那么他的 平正胸的木雕就是 是一块完整的一个东西 要把不要的东西 把它去掉 留下的就是他要的 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 对不对 是几乎是不太 因为雕塑很少人说 弄成一个块一个 一个正方形 这把不要的去掉 很少 他直接就用捏出 他要的形 好 那你刚刚讲了说 顺他的性 对 那我现在就来看 我们在现场的那个 飞书系列 对不对 这也是你创作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是 我用再用这个 再问你一次 当你看到这块木头的时候 这个飞书的这个造型 就跳出来了吗 没有 没有吗 不可能 那是怎么样情况下 它越来越像 越来越像 最后就出来这个 对 我讲其实就是说 第一件 就是说第一件飞书被刻出来 其实是你不知道要刻飞书 当然以后就 以后就有这个想法 以后你看到木头 大概就知道 这大概就是 可以弄那个样子 但是其实什么样子 也都还不知道 因为你没有进去 你不知道那个木头里面 可能夹一块石头 或者是里面挖下去 整个都烂掉 它的变化是跟人生一样 就是有时候是不可预测的 是无常性的 所以就是这样子 那飞书都是属于 像飞书飞气 不是椅子的椅子 不是桌子的桌子 这个都是一种 属于我倒置美学的这个系列 我懂就等于在颠覆我们平常的 一般的刻板的既定的印象 对不对 我们总是讲说书就 看到这样书就是书 看到椅子就是一个椅子 对对对对 固定的造型 其实这也是现代艺术里面 有些装置艺术里面 他们很喜欢导致的方式 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这样 就是说所谓的倒置美学 就是说是人类使用器皿 因为在整个地球 就只有人类会使用工具 包括书 瓢子 刀子之类这样的器皿 那么它是随着时间的演变 就是说当一个工匠 譬如说一个工匠 他做一个瓮 或是做一部牛车 他第一个优先考虑不会 我要把它做得多漂亮多美 对实用嘛 多好用 所以这个时候 它的美感会被忽略掉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 那个牛车可能没有脚踏车好用 就没有人要用 这个时候它的美感就显现出来了 所以我们常常到人家家里会看到 围墙上挂着牛车轮 然后用陶翁来装饰 插个花什么的 它的美感就被显现 那我是观察到这样的一个时间序 那我就想说 那我如果要刻一个 一个艺术家的角度 主观的角度 那我要刻一本书或者是刻一个刀子 或是一个瓢子 那我干嘛去考虑它的功能 或是做一张椅子 换句话就是说 我可能做一张椅子 你知道那是椅子 但是我不见得要让你坐 那书也一样 那我们对书当然会特别有感觉 因为书位化时代来临 那个书已经 电子书出来 然后内容已经慢慢被忽略 就是我刚讲那一段 所以它的美就会 书的美感就会慢慢被显现出来 很多书都已经被拿来当装饰用 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通常你用的木头的种类 什么样的木头被你用的最多 块木 一般是台湾原生的木头 原生的木头 就是因为比较 那个时候在山益很好获得 一般就是块木 举木 硝南 藏木 但是 红豆山大概这几点 但是随着整个社会的慢慢的变化 这些木头取得会不会越来越困难 当然 非常困难 那对你这个木雕家不就是 所以我们不排斥 就是进口的我没用 本来我就没有 本来我就不会去特别选择什么样的木头 我记得我刚刚有讲 我一开始在山益 人家捡木头给我磕 我有个朋友叫大戈的 他有木 专门在捡木头 捡到木头就送给你 对对 那个木头可能是老房子拆下的门 的梅梁或什么 或者是柱子 甚至在田边人家农夫要跨过水 过来一块木板 他捡来我就磕 捡来就磕 或者是雕刻家 人家剖下去发现水芯全部都水芯烂掉的 或里面长什么 所以我不排斥任何东西 就是说我刚讲顺性而掉 就是说每一块木头对我来讲就像一个人 那我就是跟他交朋友跟他对话 那谁可以当朋友谁不可以当朋友 我觉得都可以 所以任何木头拿到我手上我都可以跟他互动 那至于要磕出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OK 那要互动以后才知道 好 我们现场因为刚才我们讲你的创作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作品都不那么具象 可我们现场有一个面具系列 这是你比较新的创作吗 其实原先的面具不是这个样子 最早的时候跟我讲 那个时候是叫黄金面具 就有点就有点像一块石碑 有人说是胃碑 其实我没看过胃碑 那你如果要去探讨他的视觉印象 大概就是我觉得就是小学 毕业旅行那一趟到了台南赤坎楼 看到那九块浴室的那个碑 应该是从那个来 他就是一个像碑 然后上面有一个面具 然后那个脸是凹的 是没有眼睛嘴巴什么都没有 就没有表情是凹的 然后贴上金箔 所以叫黄金面具 OK 那个画廊的 音像画廊欧坚非常喜欢那个系列 OK 然后那段时间做了蛮多黄金面具 这样子 那这个面具系列对你来说 有特定的意涵吗 有 什么意思呢 想要传达什么呢 我觉得我那时候想做面具的时候 我曾经上网去看见所有的面具 包括非洲的面具 或者化妆舞会的面具 看很多 我发现说这个都不是我要做的 那我做的面具其实是人性的面具 因为我觉得人很不容易了解自己 很不容易看清自己 无时无刻都戴着一个面具 比如说为人父为人母 当总经理当职员当员工 甚至面对自己也戴着面具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是谁 那我的想法里面就是说 人如果可以当人面对自己 如果可以拆下面具的时候 那就可以真的清楚地看到自己 生命的本质 那这个时候潜在的智慧跟能量 就会整个发挥出来 那这个人就会有很大的爆发 这个是我在做面具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思维 所以我的面具通常是没有五官的 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我们现场其实还有两个东西 这是刚刚在各位在影片里面 最早影片的时候也看到的 这个系列呢 当然它算一种器皿 非器皿 它是器皿 所以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说 你一定很好抓 对对对对 没错 握把上去 对 那乍看之下可能是一个勺子 不知道 那就是因为它功能被抽离了 所以它的造型就无限可能 我才会产生这么 我自己都想象不到的造型出来 我懂 所以换句话说你并不是先画了一个图 对对对 并没有 它的创意才会无限可能 你如果画了一个设计图 那就design 就框住了 我懂 那你也就不想做了 为什么 反正我刻出来就这个样子 没有什么好新奇的 好所以我们如果用这个来作为今天 你访谈你的这个一个 一个非常具体而为的一个例证的话 也就是说你看到这块木头的时候 你就一直雕雕雕 一直要到雕到 也许我不敢讲 雕完才知道是什么造型 但至少要雕到大概三分之二以后 你大概才能知道它 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 我觉得它有点像考古 比如说你挖到一块东西 然后刷子慢慢刷 然后刷刷刷刷 出来了是一个什么碗 然后什么是这样子 对啊 雕刻也可以这样子 也可以这样形容 对 所以它这就像你讲的 你随性 对 你顺性 木头也老玩 它通常会有比较软的地方 或者比较硬的地方 但是那我就更好奇 难道说你没有雕坏的吗 比如说雕之后 你怎么看它什么也不像 常常雕坏 那就报销了 对报销 对不对 或者是在 应该有的也不会 就是说 比如说一开始是三十公分的作品 那你报销有可能 里面还有五公分可以用 那就再磕小一点 但是木头至少不会浪费 是说 反正你到最后 剩下来的那些断圆残木 你拿来烧炉子烧什么 就可以烧掉了 东西就取暖 对啊 所以它是不会浪费的 好 一定有很多人听到这里 会跟我一样内心有个好奇 你中间到纽约 然后钱花完了就回来 然后出来做设计 然后到了 在做一段时间后 也不想做了 也不景气了 跑到三亿 三亿待待了十年 中间最惨的时候 像你刚刚说的 一年卖不出去一个东西 买一袋米 买一条辣子 就可以混一个月 一个艺术家没有家人吗 有 没有家庭吗 有啊 那这样的话 我的意思说 那在很长的一个过程里面 在你追寻自己 艺术之路的过程里面 你家庭等于变成了 要相当程度的能够谅解你 对不对 我太太就很支持我 她就去赚钱 你知道这是一个不容易的 这并不是所有的 那小孩子有时候我雇 有时候他雇 但是也就这样走出来 那时候我们就是聚少离多 我在三亿嘛 那他做业务 全台湾省跑 那偶尔就到三亿 中途休息站看我这样子 真的要跟这个 艺术家背后的另外一半 也真的要致敬了 不管那另外一半是南代 还是因为我们 上我们节目中 很多艺术家也有女性的 就是说另外一半 终究是要能够很体谅 另外一半的对艺术的执着 不然他很小的路 会走得很辛苦的 没有错 好 展望未来呢 在未来你的木雕 你觉得还会有新的风格 或新的尝试吗 应该是不知道 因为偶发的 反正你就尽力去做 那我觉得那个原动力 其实就是台湾之光 日记时代的艺术家 都是台湾之光 就觉得说台湾人 不可以让他们看不起 所以他们在 他们会在努力的创作 然后没时间去应酬 把妹喝酒 拼命的做 而且都很早就往 就走了 就是过老 现在来讲就是过老 过老 为什么 然后拼地展 拼台展 为什么 就是 我觉得在各行各业 都有这样的人 那我们也是觉得 就是说身为一个 在艺术领域的 这个行业的一份子 那能不能就说在国际上 发光发热 让人家知道说 我们台湾也有不错的艺术家 你现在作品也试着 往国际去走了吗 是有这个想法 可是它需要很多条件的去做 但是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 我们之所以愿意访问很多台湾的一些 各种不同类型的艺术家 也是希望透过这个频道 让海外的更多的朋友能看到 我想这也是我们希望的 因为艺术文化 真的就是一张名片 递出去了 人家就知道这个国家 这个社会的那种水平 对不对 好 今天非常感谢雕塑家 梁平正先生 在我们的木雕家 梁平正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觉得 真的 我只能说 每一个艺术家都带来了一个 我们看到台湾不一样的面向 也看到人 人的才华的不一样的面向 真的就是每一个人 都应该有自己的风格 这是我访问艺术家以后 最大的心得 是每一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风格 这个 才是你人生最快乐的一件事 感谢平正 谢谢 好 是是 也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同学时间再见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